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疼爱 这是所有爱护生命的人都会认同的观点 而这其中就包含了国外的动物保护园区 Always and Forever 它是位于海外的动物庇护所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收容场所 而是为数以百计无人要的老狗 打造的一个安心生活的家 大家好,我是狗哥,欢迎回到狗狗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令人惊奇的狗狗收容所 在这个保护园区里 每一只狗狗都被视为一个宝贵的生命 它们从狭窄拥挤的大型收容所 救出这些年纪大的狗狗之后 就会将它们安置在这个舒适且悠闲的生活环境里 这里没有冰冷的铁笼 也没有硬直的地板 只有如家庭一样的温馨和舒适 直到它们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家 每一位在这个收容所的志工都深深地了解 它们的使命不仅仅是收容这些狗狗 更是给予它们无为不至的爱和关怀 每天晚上它们都会陪着每一只狗狗 给它们最温馨的晚安摸摸 让它们感受到人类的温暖和慰藉 志工米兰达表示 它希望每一只在这里的动物都能视这里为家 每晚能有人给它们说晚安 让它们感到安全和爱护 无论搜索的狗狗数量有多少 志工都会确保每只狗狗都得到足够的温暖 如果狗狗的数量较少 它们还会进一步给它们讲睡前的故事 这个睡前的特别程序 让每一只狗狗都能够安稳入水 狗狗从食物到水到生活环境 都是志工们精心的照顾 这会知道它们找到一个专属的新家 又或者这里成为了它们最后的家 我们或许无法知道其他收容所的真实情况 但我们相信 狗狗就和人类一样 都是有生命的个体 都值得尊重和爱护 那么对于 Always and Forever 动物保护园区的故事 你有何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关心这些 等待被爱的生命 并努力推动尊重所有生命的正向价值 我是狗哥 关注我 每日为你带来专业的狗狗报道